中共海軍山東號航艦 正在向前航行 更穿越八十海峽 經過臺灣東南海域 這是臺灣國防部發布的最新監控照片 此刻全臺陸海空軍不敢鬆懈戒備中 因為看看從我方拍攝的照片 用肉眼就能清晰看見山東號航艦 看得出蔡麥惠再次觸動中共敏感神經 中共展開臺灣海峽中北部聯合巡航 巡查行動威嚇 派出國產山東母艦 和他同框的是超級奶媽茶乾胡號 不只這樣水下還有攻擊前艦 高規格出動大秀軍事肌肉 我海空兵力及陸基雷達系統 全程掌握動向嚴密監控 我國防部全面戒備掌握中共軍艦動向 從四號早上六點統計 至五號早上同一時間 已經偵查到十四架次的共機 和三艘次的共艦 持續在臺海周邊活動 軍事專家也分析 這樣的行動可能會持續到 蔡英文總統返臺為止 而蔡麥惠後 美國與菲律賓也將在四月十一號 到二十八號 舉行有史以來大規模演習 兼並兼軍演 有力圍堵中國在南海撒野 中方大動作挑釁 不只我軍有感 三月初美國和南海 也在臨近北京的地點舉行軍演 各國祭出實質行動 就是明確要中國別輕舉妄動 三線新聞李文宇來自臺北 採訪我囉